在这个房间里面,咱们休息了两个晚上 第一天晚上来的时候,因为我刚到高原,有点不适应,一宿没睡到觉 把屋子里都收拾干净了,那个电热糖留着下个人来用 咱们把这个门关上 产生了两袋垃圾,我给它带走 路上走个垃圾桶给它扔了 门也关上了 我东西已经装好了,多米在这休息 想去远方,想看世界的模样 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变地鳞伤 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 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自己能绽放 好了20公里,才找到一个垃圾箱,把垃圾给扔了 下来 找了个菜市场,过来买点菜,市场里面多米不让进,给它拴在外面 买块豆腐 来一块小的呗,又要给多米买肉了 多米每天吃的比我都好 今天在买菜这打点水 买了一包菜 今天到都兰县了,跑了200多公里,又拿了一堆快递 马上又进无人区了,又背了一些装备 吃的用的 买了5盒葡萄糖 这个是氧气 买了三罐氧气 这次走的海拔特别高,基本上都是5000多米 然后 一定要 背一点这个高反的东西 高反的话可以喝着葡萄糖 然后再就是吸点氧 又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住的地方 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里露营了